我的健康情形很好 没有任何不适 那第二个我想防疫的工作 大家都很关心 那这个从一开始 因为是短时间几秒钟的一个 颁奖的一个接触 那我想我们主动的去 这个提高防疫的一个标准 三天的一个鞠隔 所以我本来是明天早上8点 要第二次裁剪 那今天跟陈部长通过电话 因为也不确定 这个我们的警察的同能 到底是这个参会前还是参会后 还是参会上染疫的 所以为了慎重起见 那这个我们把鞠隔的一个时间 从三天延长到十天 二姓中学的学生 那他已经有一名是同班同学 所以是同班的同学 那第二名是另外一个科别 也是另外一个班级的学生 所以二姓中学已经有两个班级的同学 有这个疫情 所以我也在早上下令 我们二姓中学的师生 我们要进校来协助师生进行全面性的一个筛检 希望让这个学生经过筛检之后也能够安心 二姓中学的国中部有1398名学生 高中职的部分有1746名 教职员工的部分有206名 所以二姓中学今天要完成的总筛检人数是3350人 我们会进到学校里面分8组的医护同仁来进行筛检 那会用最速电台进行检验 那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检验的报告能够出炉 所以学生在入校之后进行筛检 会在学校停留等筛检报告完成之后 然后是阴性的状态 再让同学能够安心的回家 那这是有关于今天早上 我们在进行的整个应变处置